嗨,欢迎收看绿语加油 今天我们学习一下关于是小的一个场合 就是一个小小的场合的时候 经常能用的一个日本语 就是如果你要想问一个依据 比如说在一个路上或者在买东西的时候 你要问对吧 这个什么 我要买这个 但日本语的话一般都是 最好是加一个请问 可以吗 有时间吗 现在没事吗 这样的词需要的 所以我们一起学习一下这个代表性的日本语 这次学习是五个 第一个是すみません 第二个是ごめんなさい 第三个是どうぞ どうぞ 第四个是大丈夫ですか 大丈夫ですか 然后第四个是いいえ いいえ 第五个是いいえ 好 所以这总共五个すみません ごめんなさい どうぞ 大丈夫ですか いいえ 好 那这个是如何使用 首先是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是对不起 对吧 但是如果你要想问一个句子的时候 你可以说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这样就OK了 那接下来是ごめんなさい 是相当于是抱歉的感觉 对 所以如果你也想问 也是想问一个东西 问一下事情 但是对方感觉有点满 但是你也得想问 那个时候可以说 ごめんなさい 就可以了 比如说 ごめんなさい 这样的感觉 ごめんなさい 然后你接下来问一下 所以相当于是ごめんなさい 比较强一点 对 然后どうぞ どうぞ是 当然是请 这个意思了 对 请或者给你 那样的感觉 所以 どうぞ是 如果你被问 すみません ごめんなさい 这样问的话 如果你有OK的话 どうぞ どうぞ 就OK了 どうぞ 对 然后 大丈夫ですか 这个词是非常的万能 这个五个句子里 最常用的 就是 大丈夫ですか 大丈夫ですか 没事吗 这个意思是 问路的时候也可以 然后相当于是 ごめんなさい 相当于是すみません 都是请问的一个 最万能的词 大丈夫ですか 大丈夫ですか 如果你对方也是 有点身体不舒服的样子 也可以说 大丈夫ですか 你没事吗 这样的感觉 然后 一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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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这个字 想都是一夜 就不是 这样的感觉 对吧 但是日本语是 一夜 一夜 这个就是 没事没事 这样的感觉 对 すみません 我就问一下 这个东西 然后 然后 你可以帮忙了 然后 他可能对方说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感谢 但是可以说 一夜 一夜 这样就可以了 一夜 就OK了 好 这个五个句子 单词 好好使用一下 好 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 皆さん お疲れ様 でした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